各位网友,我今天继续讲这个唐朝名臣 我上一集已经提过一下敌人杰 这个唐朝有一个武则天名臣有一个敌人杰 是不能不讲的 而且他两个人敌人杰 在武则天的时代 他在公然691年拜相 他到了700年的时候 他才是晒晒的 前后有九年佔了武则天在位 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是这个敌人杰 是指宰朝廷的宰相 因为这个唐代是这样的 你主要的有的职涵 就不一定是讲宰相 他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叫做平章士 他就是在拜相的时候 那些叫做某某樹郎 就同平章士 就是兼首相 兼成相 其实他就是到过来的 他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概就是因为唐朝 对于地方的主管也很重视 所以后来形成一个截道士 能够使得安禄山造反 就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呢 他就将他宰相 他就没有一定是要什么 他就同平章士 就是执行丞相的職務 就是这件事更重要 因为当时他拜相的时候 他的地方的官名叫做地官士郎 然后呢 他跟着一条尾 同平章士 就是他宰相 就是这样的 唐代他是这样的政制 这个就是有这样的确定 敌人杰呢 他有两件事 是他本身呢 是讲得非常之出色的 他在天寿的 就是不要说天寿 很多东西呢 他是天什么 天什么的 他的年号 天寿二年呢 这个敌呢 在朝代就叫做平章士 就是我所讲的事 平章士 就是幕后的宰相 天后呢 就说给他听 他说你有时呢 你在当时呢 是在某一个地方 他一个地方官名 他就是坚平章士 他说你在里南的时候呢 你呢 我早知道呢 你做了很多好事 叫做善政 你做得好事 但是也都有人呢 是潜告你哦 是讲你的坏话哦 那你想知道哪个嘛 就是武泽天呢 表示呢 他是不瞞这个敌人杰的 就是 我是因为重用你 所以呢 我言于说给你听 你注意啊 这件事啦 那样的意思 但是 敌人杰的 怎样回答他呢 他觉得很好 他说如果 啊 啊 拜下你呢 啊 皇帝你呢 啊 天后你知道呢 我的过呢 啊 啊 请你讲给我听 我就不改了 是不是 如果没有呢 是我的效果 是 我敌某人呢 之行 啊 所以呢 不然知道呢 哪个讲我唯话的 啊 他真的答复得好啊 那第二件事呢 这个呢 他就是 敌人杰呢 他本身呢 对这个 鬧斯德呢 就是 不是他推崇的 那他就 所以 武泽天时时就问他了 他说 你 对 劳斯德 守边谁的时候 你知道他 举很多 言人吗 敌人杰呢 我不知道啊 我对这个 不了解啊 就是 敌人杰呢 他对这个 对这个 劳斯德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感的 是的 我不知道啊 啊 他守外面 能够举言吗 我不知道啊 就是说他没有啦 是不是 啊 因为呢 当时呢 敌人杰呢 和那个地方 很接近的嘛 啊 他问起 劳斯德 好像 懂得人 他任用得很好啊 你知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今天他又 他又 武泽天又 又问他了 他说 劳斯德呢 他 他 知不知人 神厌啊 你说你在哪里 你不知道他 那他现在 就调回朝廷了 你和他同僚啊 你 你 你知不知道他 是 对人呢 是善任的啊 这个 敌人杰呢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他是知人啊 你说他 知人 神厌啊 我不知道啊 那又 那结果呢 又是 被冷水搏 这个 武泽天 武泽天 就告诉他 啊 他说 你呀 时时对 这个劳斯德 有 是不是有 对他 有些 是 不喜欢他呢 他说 没有啊 敌人杰 他说 我没有啊 他说 你知不知道呢 你是哪个推荐给我啊 我更加不知道 他劝给我呢 就是 推荐你 做丞相啦 那 那 敌人杰呢 眼都大小 啊 那我真是 啊 我不知道 所以敌人杰呢 后来呢 他走出去呢 跟人那样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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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母后呢 反对他的人呢 很多啊 但一 我就不想听 也都呢 很多呢 被这个残言所害的 也不少 所以我呢 就很慎重 但是呢 我真是 对这个 啊 老公的成德啊 我 被他包容很久了 我真是 没有办法 能够 看到 这个老公 就是 柳斯德 这种的度量 这么大 他就在这儿 探食一句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武则天的时代啊 讲给敌人杰听 他不喜欢那个人呢 原来那个人 就是推荐他的 他说 我呢 对老公的包容啊 的成德啊 我真是不知道的 真是他的气量 不可够 因为他知道他呢 对他 不是 那么尊敬啊 是吧 因为他所有呢 母校问他呢 他都 他都说 他不知道 就是 潑他冷水而已 因为 老公呢 对这个 啊 母校呢 这个 啊 做他的宰相 有九年啊 他到他死的时候呢 七零零年的 是公然 啊 他做 拜相的时候呢 六九一 他就做了九年了 是吧 做了九年的宰相呢 在一个朝 一个朝台 特别是武则天的时候呢 他散围嘛 所以他呢 那个 时代呢 都是佔了 武则天最最长的 哦 敌仁杰呢 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 能够恢复唐朝呢 就是到了他最后那一年 他和武后说 因为当时呢 立哪个做太子呢 这个问题就关键了 如果武则天再立这个姓武的做太子呢 那又怎样呢 那就是武则天的周家天下 不知道怎样了 是吧 那呢 这个呢 敌仁杰呢 当时呢 就当仁不让 他一定呢 希望呢 武则天呢 好 那从此呢 就立分这个李显 做回这个太子 立了太子呢 就定了 以后他就转分唐朝 所以唐朝呢 是敌仁杰的功劳 这一点呢 敌仁杰呢 能够守得住九年 在武后这个忍耐 这个武后做九年 然后到最后到他临死那一年呢 他力争这件事 能够使得呢 唐朝再重新呢 回回来呢 復辟 我们叫做復辟 一个朝代过去 能够復辟呢 就是叫做 就是叫做復辟了 就恢复唐朝的江山 就是李嘉天下 不再是武嘉天下了 我今天呢 是讲到这里 是多谢各位